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回来感受到石兆远乡亲父老的热情 我相信这一届大选大家不要怨声载道 出来投票国家重回正道 从石兆远开始谢谢大家 我要代表全党上下全比例337个支部 3万5千个党员 对于石兆远这个行动党异议深远的地方 全国222个州一席 整500多个州一席 只有石兆远 从1969年到今天 行动党从来不曾输过 石兆远就是行动党的精神堡垒 感谢大家风雨同路 感恩有你 各位 我们今天来也见证了领导人的传承 我要代表行动党特别感谢我们年轻有为的原任州议员 阿斯塔卡州议员张宇辰律师 他决定不善政 但是他的行为大气的风度成为了很多党员学习的榜样 他决定不善政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 一致火箭终身火箭 成为党员他即使不善政也全力出来助选为我们石兆远的候选人 这个黄天荣为木卫区的国会候选人 尼可汉班代区的候选人黄美云全力助选 行动党就是需要这种能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领袖党员和同志 这也就是行动党成功的地方 我要特别的感谢所有的支部干部 任饶任怨无怨无悔 这么多年参加行动党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在党内没有油水可捞 没有土地可拿 也不用想说哪什么其他的一些不三不四的 五不六的抗逃都没有 参加行动党第一你要牺牲 第二你要付出 这么多年来56年来 行动党从嘎巴姓 曾敏兴 林吉祥 郭金福 到林观音 到现在的杜兆福 一代传一代 已经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 第二代传到第三代 我 邱光耀 杜兆福都已经是第三代的领军人物 下来未来十年就要栽培第四代 行动党不但是马来西亚政坛长青涌在的政党 也是真正多元种族的政党 昨天我们在中雪罗华堂全国55国候选人 28个周一系候选人 83个火箭候选人 去领这个伪认状 行动党候选人的阵容 有华人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有比达佑 有卡达山 我们也有信 也有这个达佑 各种族的都有 环顾全马政党 真真真正正 马来西亚人的政党 就是民主行动党 我们相信格局将决定决局 态度决定高度 当行动党的格局越走越大的时候 上一届大选我们只打47国 这一届增加到55个国会 超过10%的增长 在霹雳州 我们这一次打多一国一州 成功多打一个一例国会议席 还有安顺的张盖中 两个一国一州 都是马来选民67到78%的地区 如果行动党能够在70% 马来选民的地方也能够成功胜下 成功插旗的话 行动党未来20年 未来30年 将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首选的政党 就可以落实我们创党1966年 创党以来真正坚持的理念 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所以政治不是短期的 人家说从政争潮汐也争千秋 我们不是从几年十年 是一代人传一代人 林吉祥今天82岁 正式选择不上阵 他用了50多年打造马来西亚人之梦 可是他的理想 他的棒子今天传到了我们的手上 将来我的棒子也会传给我们在场的年轻领袖 一代传一代 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落实真正平等 民族平等 公正自由 繁荣进步 多元开明的马来西亚 所以各位 今天我回到家乡 我看到的是 这个星期 往来西亚五大媒体 新洲之报 Sina Harian The Star Astro Awani 还有另外一个O2民调中心 五大媒体机构 在全国各地做一个民调 这一届大选 人民最关心什么客气 只有四个字 总结四个字 新洲之报全国版头版打出来 就是在国阵治理之下 人民关心最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 钱不够用 在国阵治理之下 今天马来西亚怎么样 今天的情况 今天下午 马来西亚股市再跌31点 马币捞塞到474.8 如果国阵 再过两个礼拜再执政 马币恐怕会一对五 今天 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 东 通膨大海啸 国阵在睡觉 通膨大海啸来了 我们的政府 首相完全不在状态 毫无头绪 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 大家想想看 这两三年来 不要讲多 讲猪肉就好 猪肉从今年一月 一斤肉十块半 昨天卖一斤肉二十块 起了九次价钱 明年新年拜神吃烧猪 可能要吃栽的猪 因为贵真正的烧猪 吃不起了 一只烧猪现在问多少钱 搬带卖到1500块 大家想想 只是猪肉一年起九次 我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起价 不需要我在这边说 为什么 自家饮水冷暖自知 在国阵治理之下 马币会不成群 股市血流成河 鸿鹏大海啸 人民日子越过越难过 真正印证了一句话 国阵国门坐镇 人民活得好辛苦 只有一票 投换政府 日子不会再辛苦 如果我们不换政府 继续国阵国门执政 我相信大家肯定 11月19号投了票以后 11月20号 大家一起买票去荷兰 而且是one way ticket 有去无回 这个不是讲来笑的 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析 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局 过去上一届大选 我们是打两限制 希望向美国看齐 民主共和 共和党 民主党 或者向英国看齐 自由党 保守党 和这个劳工党 劳工党 不是 不是劳工党赢 Labor Party 就是这个 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局 已经不是两限制 今天 这个星期六提名 你就会看到 马来西亚的政局 正式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 什么意思 这一次 十兆远 不歪 不会有一对一 也不会有三角战 肯定的四角 五角 六角 甚至于七角战都来 这点 必须给选民看清楚 尤其线上的观众 现在有大概五千人 在看 我们的现场直播 在各个不同的频道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 我们的选择怎么样 第一 如果是国阵 就是马华 巫统 你选国阵 就是谁做首相 就是 阿玛加西 阿玛加西 这个家伙 一做首相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不用再想 什么明天会更好 我们只能够笑最后 阿玛加西 已经在 嘎将的酒店 天天唱着 张红亮的歌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当 嘎将进去的时候 加西进去的话 如果他不赢 他就不能进去 进去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嘎将 明天你是否 居然爱我 他们两个 一个住宋爱布鲁 一个可以住嘎将 两个可以坐连居 你选国阵 选马华 就是肯定 阿玛加西 做首相 不要天真到相信 会给这个 伊斯麦 索比里 做首相 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前天 晚上 巫统候选人 一公布 首相 伊斯麦 沙比里 左手 右手 左脚 右脚 全部被砍到光 他手下的 七个政府部长 全部往 被哄 哨 东 全部砍 光光 然后你认为 阿玛加西 一个溺水的人 一个面对 四十七项 贪污 控状的人 他会把 到手的 鸡肉 放给别人吃 不要忘记 马来西亚的法律 马来西亚的法律 我们你看 这一次我们用 哈拉班来打 在所有的选区 只有哈拉班的 主席的人头 可以出现 这是选举法令 所以尼可汉 出来打 他只能够放 安华的人头 不能够用 陆造福的 因为陆造福 不是哈拉班的 主席 王天荣 来打 阿斯塔卡 他也是只能够 用安华的人头 同样的 国阵 国阵如果要 出来打 所有的国阵 只能够用 国阵主席的人头 根据马来西亚的 选举 选举法律 选举法律 只承认 当一阵线 哪一个阵线 得到最多 国会议员的议席 他就可以去 见最高元首 提成首相人选 11月19号晚上 离开现在 只剩下短短的 十多天 这个票一开出来 如果是西蒙营 只有一个人 可以见阿公 就是我们的 首相人选 安华 如果是国阵营 只有 陈尔寺 不见了 不见了 国阵人 说阿玛 吃塞 阿玛 吃塞去见首相 去见阿公 那么你想 他提成 会提成别人的名字呢 还是提成他自己的名字 这一点 三岁小孩子都想得到 他现在要去坐牢了 他还不要自己做首相 为什么阿玛 加西做首相这么重要 因为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 只有首相 有权 指示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 可以撤销 提供任何的控状 除了首相 没有人可以指示 总检察署 所以如果阿玛 加西要脱罪 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他 现在一个脚 已经在富贵山庄里面 另外一边脚 可能在孝恩元 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不要做首相 替自己脱罪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想 这大家就知道 伊斯麦索比里 已经去荷兰 这是肯定的 没有可能再给他做 就好像在柔福州 去年的柔福州州选 大家记得吗 当时柔福州选 阿玛加西也是高举 不同大城人选的 这一个首 那个人叫做 Dato Hasni 当时举高高 Dato Hasni 当时他叫人家拍手 最后怎么样 他告诉你 Dato Hasni 做这一个大城 最后谁做 最后是伊斯麦顿的表弟 On Harbis 所以各位 你如果相信巫统 就好像我爸爸十三公里讲 国阵可以相信 补助都会爬树 这是要大家记得的一点 所以各位 今天如果投给国阵 投马华一票 就是等于投给加西一票 你投国阵一票 就是加西一票 这是肯定的 第二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如果是第二个 国盟 国盟是谁 国盟就是这个马来西亚 最失败的首相 但是你马海钉 马海钉 有人叫他棍材 这个如果你投给 投给民政党 就是等于一票给民政 就是等于一票给回教党 因为今天国盟里面 的大哥是回教党 回教党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要在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国 当去年阿富汗 由大利班成功执政的时候 回教党的主席 要求马来西亚承认大利班 要跟大利班建交 这些都不可能你们没有看到 伊斯兰党执政 是一条不归路 在吉兰丹他们做政府 戏院已经全部关完了 戏院不能够看 你要看戏 躲在家偷偷看 男朋友女朋友要拍拖 也不能去戏院看 要躲在大树下 到树底下偷偷看 吉达州 他们现在做政府 做得怎么样 合法的万字票 全部通通不可以卖 Magnum 光门 Toto 光门 大马彩 光门 合法万字不能卖 地下万字老板笑到笑苛苛 各位 这些是温水煮青蛙 华人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 德春禁止 他在试探 试探行情 看看华社有什么反应 看看还有哪一个傻的人 还会去投给国盟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一 他把戏院关了 第二 今天万字票禁止 第三 上个礼拜 吉达州宣布了 所有的公开演唱会 不可以进行 不管你是刘德华 周杰伦 张学友 要开演唱会 再从凉房里面偷偷唱 好像我们这边的同志 那个刘昌龙 很会唱歌的 以后也是去厕所里面慢慢唱 你不用想去开演唱会 没有的表演 在吉达州的神庙 大家知道吗 三太子皇爷庙 他们要做神诞 要做神诞 要偷偷做 把整个神庙用布围起来 才可以偷偷摸摸搞神诞 大家想想 这就是马华明镇的好朋友 为家祥的 为公家祥 跟这个回教党的端以brahim 做部长 两个大辈同棉 排排座 吃果果 你一例 我一例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他们吃果果 排排座 我们人民就给他们带到 水深火热当中 这个就是 第一 是国政 第二 是国门 第三 什么人 第三 就是现在沙巴进来的 叫做瓦利萨 瓦利萨 瓦利萨来做什么 瓦利萨是来专门 来分散西门选票 这个沙巴来的 在西马完全没有服务 完全没有耕耘 把一些已经回家种番薯很多年的过气政客 一个一个拉出来 借尸还魂 他们来做什么 专门打西门已经赢的地方 他打基隆坡的拔赌 他打这个班丹 他打这个巴打铃 全部是西门已经赢的 他也来打 巫统的 他不打 你就知道 这个狐狸尾巴一动 你就知道他们狐狸里面卖什么药 关键就是 他来不是要赢 只打26席 能做政府吗 没有可能吗 对不对 全马有222个国会 明星党只打26 才打10% 赢到完 也不可能做政府啊 对不对 谁要做政府 就要赢112席 马来西亚有222 要做政府 最少一半 112 谁有112 谁就是首相 谁就是政府 明星党只打26席 其中24席 是专门枪口对住行动党 对住公正党 对住这一个 阿曼娜 他这一个叫做什么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关键就是 随便来分散你的票 他自己不能赢 他就好像从前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的军师 他知道那个炸弹炸下去也不能赢 但是他就是 宁愿自杀 也要你赔赞 哈拉吉利 哈 我自己死了 死嘛死了 我买了火炉 他的策略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不用去听这个沙飞鱼 的这一个天花乱坠 你想想 如果他要做政府 他应该宣布 全马222个一席 他打到完 他没有 只打26个 你明白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什么人 第四个这就更加不用看了 他的名字叫 PBM PBM 讲好听是 巴蒂邦沙马来西亚 真正的名字是 巴蒂邦马沙 巴蒂邦马沙 OK 这个整个党 PBM 整班都是青蛙 主席是母的青蛙 猪乃大 他的主席名字叫 猪乃大 他哪里大 我不知道 猪乃大 是母的青蛙 他的现在跟他 真主席的叫 孙伟轩 那个是 三老月的青蛙之王 那个是公的青蛙 OK 一直公的 一直母的 到今天还在打来打去 整班 从主席 属理主席 财政 总秘书 整班都是青蛙 所以这个也是来 帮忙大家分散选票 来企图分散西门选票 帮助国阵执政 国阵执政60多年 人家说烂船也有三分钉 他们背后有很多阴招 很多臭招 很多鸟招 所以大家不要想 不要小看 这一班人背后还有很多的 这个情况 但是今天 我相信今天的国阵 他提出什么口号 我今天来 是要来解大家的 解大家的 这个他们下的读 我来解读 第一 他说什么 投国阵 稳定繁荣 我刚才给的那个 杰森 他那个video好了吗 有吗 OK 大家播一播 看一看今天 国阵的所谓的 稳定繁荣 就是这样 有繁荣 可以 哈利云尼丁邦 Besok丁邦 路撒丁邦 电电丁邦 rocket没有的 我们是讲到做到 人为道 钱先到 这个要很重要 给大家看一下 还没有 还没有 我看你的瓦迪卡 我可以收回来的 这显示 年轻人做事情 效率也是有问题 我告诉大家 他说要谈稳定 谈繁荣 今天 马来西亚的政治乱源 从哪里乱起 就是 巫统 国阵 连勾结 伊斯兰党和 土团党 才搞成 马来西亚今天 整个政局不稳 国家政治动荡 外资撤走 马币本地 股市流血成河 这都体现了 非常清楚的 整个乱源 就是从国阵那边来 那么我们 有吗 还是line不好 就用那个video 刚才你不是给了他 你直接播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虽然有一点萌 这个是谢 就用这个 刚才那个video 可以 今天的巫统 不只是这个 伊利国会 今天在很多个地方 他们已经把行动 是关掉 有声音吗 声音开掉 声音开大声一点 放大他的那个荧幕 然后开声音 重新播过 给我们的乡亲父老 见识一下 对了 然后把声音放大 对了 对了 雷 我 我 要 救灯 我 我 吓? 吓? 吓 吓 ? 吓,吓 ? 这个就是霹雳州的巫统 昨天晚上大打出手 自己人打自己人 烧行动势的烧旗 烧旗 关行动势的关行动势 他说投国阵稳定繁荣 你相信吗 今天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不稳定 这么乱 就是因为国阵国盟在背后搞鬼 所以我们这一届大选 一定要确保11月19号 大家出来投票 国家重回正道 只要大家出来挺西盟 光复不成 一定能 我们不只要赢 而且要在西马跟东马 至少赢117到119个国会 这样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 强大稳定的政府 随着反跳槽法令通过 不用再怕青蛙乱跳 因为已经通过了法令 青蛙也不能再跳槽 所以各位 刚才我跟大家分析 投国阵 阿玛加西 做首相 投国门 回教党带你去做 变阿富汗 变神全国 OK 投给瓦里山 就是亦了国阵 分散了选票 OK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第四个 刚才那个BBM 根本不用看 Batibang Masa 最后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看到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大家团结都是一家人 我们要的是 多元种族的政治路线 让马来西亚更公平 更自由 更平等 让马来西亚 多元世俗的立国精神 能够守护得住 守护世俗 守住希望 各位 这个今天 马来西亚的民主和世俗 已经正在面对 一步一步的挑战 我们需要大家挺身而出 要赢不难 要输很容易 我告诉大家 怎样不难 只要大家好像上一届大选一样 号召全部在外的孩子们 亲戚朋友 全部回来十再远的 十兆远 一起投票 大家一人一票 这就可以改写国家的政治版 各位 只要75% 上一届的投票率是82.8 我们经过精密的计算 只要这一届大选超过75% 匹利州我们可以剩35个州一席 匹利州只有59席 谁要做政府要赢30 随着安华来攻打档布 已经在匹利州掀起了首相效应 尤其我们在几个区 很多人以为说你的一票不重要 让我告诉你 你的一票太重要 为什么 第一 我们曾经在本格兰巴鲁 我们只输多少票 14票 我们在安顺的张盖中 只输多少票 69票 我们在江沙的曼隆 只输多少票 130票 你说你那一票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地重要 因为你一家人回来 你改变了一个州一席的成绩 肯定可能就改写了匹利州的历史 所以各位 我在这边苦口婆心 用心凉 我和光耀全国到处损回演讲 一个晚上两三场 这未来的 这过去的一个月 我们差不多讲了五六十场 早上在基隆坡 晚上在西亚湾 等一下在怡保 然后等一下在安顺 一下又在彭亨州 可能下个礼拜又在沙拉瓦 我们可以在最前线为大家奋斗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我们的后盾 跟我们并肩作战 风雨同路 马来西亚的明天 才能够看到希望 好不好 好 所以各位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我告诉大家 这一届大选帮我们做几件事情 第一 不憑招有 让投票率 推高到75%以上 第二 你在所有的手机 所看到的所有的讯息 你没有九阳神功 你没有九阴真经 但是你肯定有一指神功 什么叫一指神功 你看到秋冠药的照片 秋冠药的演讲视频 小弟的演讲视频 你不需要做多 只要 like share 每一个群组 微博也好 TikTok也好 Twitter也好 Facebook也好 只要帮我们传 帮我们share 就可以了 这些是不用钱的 只要花一点时间 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这一点 第一 叫你的孩子 重复回来投票 我希望 中央政府 我已经向选举委员会建议 把马来西亚投票制 列在11月19号 我昨天已经正式向SPR建议 11月19号投票 是星期六 我要求中央政府 在11月18号 投票日前夕 列为全国特别公假 拜五拜六 礼拜三天周末长假 让全国人民回乡投票 回家投票 贪官逃不掉 只要18号放假 我相信投票率肯定超过75 8天 所以希望 这个SPR选举委员会 能够向政府施压 当然你想想 我们只是一足球队 哪一个东南亚的冠军 都可以全国放假 现在全国大选 关系国家 未来十年 二十年的命运 那 难道不比一支足球队 赢得一个冠军更重要吗 所以各位 让我们顶天立地 马来西亚的未来 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同心同德 起心协力 希望启航 再闯回皇 今天晚上 我们的乡亲父老 虽然行情不好 刚才天荣拿的这个来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刚才走了一圈 也多谢金牌事宜的呼吁 今晚的现场筹款 高达8993块钱 谢谢大家 感恩由你 谢谢 感谢 感恩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